对,更多的会是谋生一点 对于那些追求什么好像几乎没有 那躺平的话可能就是我不想这样子 我就想要去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来去生活 选择我自己想要那样的不跟随 就是被迫的内卷的这种行为吧 如果有一天啊,我说如果 如果有一天我非常有钱了 我不再在上海买,我还在北京买 我在哪儿我都买一套 嘿,老板,这是K from Asian Boss 在北京,上海经常是一种最高的 和富贵的城市 但你有没有想到 你会比较多的地方在上海的生活成本 比较多的世界上的地方 是否他们能够帮助到 在上海的生活费用的费用? 我们在上海的街上去看看 今天我们想带观众朋友了解一下 在上海的生活成本有多高 首先请问方便问一下 您的就是从事哪一个行业吗 IT 自动行业 会计方面的房产行业 我从事的是影视传媒行业 新媒体,然后电商这一块 对对 那可以问一下您每个月大概 或者每年大概赚多少钱吗?一个区间就可以 就每个月的话就是两万多元 一万多,对 三千到四千左右 七八千的样子吧 可以挣三千五四千左右吧 十万到十五 每个月 每个月的话一万到一万五 五六十吧 你认为您的收入达到了上海的平均水平吗? 达到了吧 绝对没有,因为是实习嘛 但是上海的平均收入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在平均水平的 正式工作 前两年的话应该在一万五左右吧 一万五两万这样子 平均的话大概年入五十万上下 应该是一个比较平均的水平吧 鉴于上海是中国消费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 我们想更多了解一下这边的生活成本大概是多少 想请问一下您认为在上海平均每个人每个月在租金上面的话 想要大概是多少? 我感觉也要看地段吧 如果是比较好的地方可能要两万多吧 然后如果是比较稍微通勤时间大概四十五分钟以上 这一个小时的话可能也许四五千也能租到比较合适的房子 内环的话它差不多四五十平 然后七八千 就那种一室一厅一出一味的 然后像远一点 我们基本上是合租比较多 就是一个房间 然后除位是公用 就是那种合租的模式 如果是合租的话可能三千左右就到了 但是如果是自己整租可能要花到将近七八千一万左右 这个我没有租过 那您说的三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配置的房子呀 是那样就是一个房间有独立卫生间和小厨房 但是那个厨房就是一个灶台那样子 就是小小的一张床一张书桌左右的配置 那请问您现在在上海拥有自己的房产吗 有的 It's a dream 就是个梦想了可能 因为我感觉我这个收入离上海的这个房价 可能差距还是相当大的 那在上海买一套房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如果要全款购入一个房子 可能就是在一些比较好的地段的话 可能一千万才 一千万可能都有点少吧 因为我就是做这个行业的 因为我就是做这个行业的 其实上海怎么说呢 它你还是看位置 像内环的话我们这边的房价都比较贵 十万左右一套一瓶 然后像远一点内中环的话也差不多 如果最远最远清浦那边也要三四万那样子一瓶 所以上海这边一套房产如果像内环的话也要五六百万一个小就是小户型的差不多 那你认为自己在将来是会考虑在上海购置一套房子吗 还是有别的打算 可能出生牛都不怕虎 我觉得我是会的 靠我自己吗 不一定吧 应该目前来看还没有这个能力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太贵了呀 如果有一天 我说如果 如果有一天我非常有钱了 我不但在上海买 我还在北京买 我在哪我都买一套 那全球现在有很多人都受到高通账 的影响 你有没有注意到自己身边的物价变坏 有吧 我感觉还是挺 社会成本还是挺高的 点一次外卖都得 三十家了 我小时候可能都见过那种一毛一毛的那种硬币 但是现在我们可能很长时间甚至五毛一块的那种钢泵 就是那种钢币 我们都很久没有见到过了 然后这也是一个通货膨胀最明显的一个表现 因为现在几乎拿他们 把他们在单独的拿出来 已经没有任何的购买力了 以前可能小时候你拿五毛钱出来 五脚钱 然后你还能买点辣条 买点什么最基础的那种小饮品 但现在五毛钱拿出来你可能 什么都买不到 最直观的例子就是奶茶吧 奶茶酸奶这样子 因为一开始这种小饮品可能就十块钱以内 但是现在可能要三十 您认为在中国的文化当中 省钱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呀 省钱在年轻人中还不是一个最大的潮流吧 我觉得省钱这两个字在上一辈中是最根深蒂固的 就比如我的上一辈我的妈妈她就会说你每个月挣五个钱你要省下来四个 我这个时候我就会反驳她说那我玩啥呀 我就会这样反驳她 我上次在网上看到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尽可能的省钱 就是几乎不花钱 然后就在父母家里 然后存钱 然后就存到自己就是到五六十岁了以后可以进养老院那种感觉 就是为了以后做准备 就比如说我来上海的路上 我可以花七百块钱买一张高铁票 我也可以选择多花几百块钱去做飞机 但是这个时候我就会想 我为什么不把当做一个兼职呢 我多坐七八个小时的车 我可以赚五百块钱 那这个想 这不一天的兼职赚五百块 这不是很划算吗 还有就是一些西方媒体有报道说中国社交媒体上面有一种躺平的现象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向国外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躺平是什么意思 躺平嘛 就下班了就在家里躺着打游戏 那躺平的话可能就是我不想这样子 我就想要去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来去生活 选择我自己想要那样的不跟随就是被迫的内卷的这种行为吧 就是比如说大家现在都在追求升职啊 或者工资再进一步上升 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工作压力比较大 每天这样的时间很多 但是如果有的人他不想追求那么累的生活 他可能就会下班就走 下班就走的话他可能工作就正常完成 但是对领导 在领导眼中可能就不是一个经验的效果 他就不会考虑首先给他加工资怎么样 他这样就是自己能吃饱 自己够玩就行了 像中国的话你加班这些东西 得到的钱跟你所付出的可能不是很成正比 所以如果我能够满足我的一个基本的生活需求的话 然后那些像我还要如果要去买房 如果你家里没有钱的话 那我可能要付出非常多的成本 我才可以获得一套房子 但是这样的话我觉得特别是在上海这种地方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 那你认为中国现在年轻人里面有多少是认同躺平这个概念的呀 是为什么 可能是没有足够的钱吧 如果你给他们一个月发十万的话 他们肯定每天都想奋斗 还是蛮多的 就包括我们现在这一代 我身边的同学啊什么的 基本上都比较认可这种思想概念 比较少会有那种想要去拼搏啊去创业或者这种精神 大家就觉得太累了 而且就是这么累也大概率会失败的 那不如就好好在家就是舒舒服服的 那你会觉得就是自己会觉得自己有点像在躺平这种感觉吗 会用躺平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吗 嗯不太会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在生活当中还是一个比较自己向上的一个人吧 也是为了自己美好生活而奋斗的 我大部分的时候我还是比较躺平的吧 就是我对生活其实一直没有什么太高的追求 我对生活的大部分追求就是 呃能够让我能够养活 能够给我自己一个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 然后有能力的话去反补一下生我养活我的这个父母家庭 然后还有一些能满足自己一些精神上的需要和一些爱好上的花费吧 对我前段时间就是那样的 为什么为什么 就前段时间就是刚疫情嘛 然后自己创业 然后失败了 然后就是自己也是刚大学毕业 然后一出来就创业遇上这个大环境经济不太好 加上疫情啊 然后就是亏了不少钱 然后就是对我的就是压力很大 然后就是有点差嘛那种畅伤了 知道吗 就是不敢面对这个社会 然后一直在家里 然后就情绪也很不稳定那种 然后后面我就来上海找工作 从新开始 其实这个是需要一个勇气的 就是从新开始 可能就很多年轻人就是拼命努力啊 上学上大学 然后后面就感觉这个社会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 然后就选择就是躺平 我就这样 我这辈子就这样 就是对未来是没有希望的那种状态 有新闻报道称 现在中国的青年失业率达到了创纪录的21% 可能意味着五分之一的国内年轻人没有工作 您认为有就是您自己的体感是什么样子的 您认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年轻人没有工作呢 确实现在工作不好找 就是你感觉差一点的工作自己不想要 好一点的工作自己又够不着 就是因为这个思想 然后很多人找不到好工作 或者说找不到自己满意的工作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眼高手低 不是没有工作 是你找不到你想找的工作 如果你的学历足够的高 足够的或者你家里比较有关系的话 我觉得这个工作没有你做不了的 首先你这个21%的数据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因为我身边的那些年轻人好像是 还是都是可以找到工作的 然后那我觉得年轻人可能有些人是一毕业现在暂时可能找不到工作 那可能是因为有些他们的有些是缺乏动力了 然后有些是可能觉得工作不太适合现在的自己的 觉得有些人也是为了去更好的深造 然后所以放弃了现在工作机会 对就是这样子的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嘛 然后经济可能就是之前就是四五年前就开始不好了 然后很多东西就是那种蝴蝶效应那种感觉 然后就是慢慢慢慢影响到这个就业这个问题 然后很多人就是拼命卷嘛 然后就是这个工作岗位就是这个固定的一个数目 但是大学生每年都在涨 然后他们找不到出路 然后就是反而把就是很基本的那些行业他们也在卷 然后那些就是行业那个劳动的那个费用就得跟在降着嘛 就比如说就是好多年轻人就是大学毕业以后他们找不到工作 他们可能去送外卖啊什么的 但是平时的话就很多人就是送外卖的可能就是没有上过学的 然后他们觉得他们是唯一出路的一个职业 但是大学生就是很多人就是直接进入到这个职业以后 这个职业这个费用更加降了 就是工资又降低 因为这个是比较免费的 不是比较怎么说呢 这个劳动力是现在是延价了 那你觉得鉴于国内现在的就业市场 会不会觉得目前找工作的态度可能更多像是在谋生 往往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职业梦想或者热情 只求找到一份工作 这个挺常见的呀 因为大部分人现在所做的工作 跟自己的大学时候的专业选择的梦想肯定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就是就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可能大学的时候一直冲进去干一个什么 但是后面进了行业以后发现 就是不能干到自己想干的事情 那还不如去做一点对吧 比较赚钱的工作 对更多的会是谋生一点 对于那些追求什么好像几乎没有 没有什么呢 不知道但是都没有 你连谋生都都很已经很很努力的去谋生了 至于去追求什么的再再说吧 可能大家出来工作吧 有时候确实是为了挣钱 然后不是为了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但是你挣钱也是去实现自己梦想的一种手段 你只有有足够的积累之后你才能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对于您个人而言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 一个月大概需要赚多少钱 无忧无虑的生活 这是没有上限的 我只能保证能够正常好好的活下去 可能两三千块钱让我普通的生活下去 至少一万家吧 就是一万家是比较正常的 因为房租啊等等都需要很多钱 赚的感觉好像赚多少钱都不够一样 为什么 就是赚的多自己想要的更多嘛 就是目前对我来说可能三万到四万吧 就是可能就是比较舒服一点 就是普通就是每天都跑啊 就很紧张这个状态 那如果说要在上海找一份这样的工作难吗 就感觉还是蛮难的 因为这边的话比较international 国际化的一个城市 然后就是跟你的竞争者可能就是很优秀 所以这边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是比较难 其实还应该还是蛮大的 因为上海这边它高消费城市 它机会也比较多 就是看自己能不能适应下来 我觉得如果我想要去找这样一份工作的话 对我还是有一定难度和挑战的 因为首先这个工资就是需要我进入到一些比较大的一些企业里面 然后以我的技术水平可能进入到一些比较大的技术 大的这些影视企业里面的话 我还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学习和深造吧 这也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有挑战性的一个点 那你觉得政府有没有什么可以采取的措施 能够帮助市民降低生活成本呀 控制物价这方面已经控制了很不错了 如果能把房价控制一下的话 我觉得人家会更不错 因为主要的话 像生活成本不是特别的高 主要还是如果你想买一些不动产车子 然后呢满足你一些你一些就是财政上的问题吧 就是纳税这些可能会更好一些 我主要觉得政府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住房问题就好了 因为可以看到我们盖了很多很多的房子 但是控制率又很高 就是让大家可以租到满意的房子这样就很好了 因为我觉得买房其实也没有那么必要了 降低成本我觉得可能也没有少收点税 少收点个人锁的睡吧 多收点自能力的睡 好的好的 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这就是我今天锁的问题了 非常感谢